好 今天呢 我們視頻教學要講什麼主題呢 上一次老師介紹一個國家 不知道你們還記不記得 叫做Germany 德國這個國家 那今天 What country 哪個國家老師要介紹給你們呢 OK 看看這個背景 You will see three colors 你會看到三種顏色 OK Blue White and Red 有藍色 白色跟紅色對不對 and there is also a statue OK 有個雕像 OK 這個雕像叫status of liberty 是自由女神像 所以呢 你們可以猜到嗎 今天老師要講哪一個國家呢 嗯 今天要講國家就是 the United States 美國 OK the United States 美國 OK 好 它是一個country OK 大家知道它的cultries of freedom 就是一個自由很自由的國家 好 那下一張 講到呢 the United States 美國 What would you think of 你會想要什麼 什麼東西呢 OK 你可能會想到 Disneyland Disneyland OK 好 再來 Next one You may also think of the American Eagle 你可能會想到 美國的老英對不對啊 因為美國象徵性的道路就是 Eagle 老英 好 下一張 下一張 You may also think of Think of 下一張 快點 You may also think of cowboy 你可能會想到 牛仔對不對啊 獅子的牛仔 OK 好 You may also think of 下一張 the Statues of liberty 自由女神像 OK 自由女神像 好 這邊 好 再來 等一下老師會講 再來 You may also think of the Indian Indian人對不對 Indian人是美國的 原住民 就像台灣的原住民 那美國原住民是 the Indian OK 好 下一個 You may also think of Hollywood 好萊塢 對不對 好萊塢是美國很有名的 電影工業城啊 OK 好 你看好多電影都是從這個地方出來 做出來的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介紹哦 下一頁 美國的國家是怎麼來的呢 它是怎麼形成的 好 我們現在看右手邊那張圖 那也寫個U.K 有沒有看到啊 那個U.K 是指一個島 不看到一個島 以前叫英格蘭 英格蘭 OK 然後呢 它非常強盛哦 那它就是上次我們講過的 The United Kingdom 英國的國家 當初的英國呢 他們信封了宗教 是天主教 可是呢 它裡面有一些人呢 他信奉是基督教 OK 然後那些基督教徒啊 他們因為被天主教迫害 所以呢 這些基督教徒 我們就叫他們 清教徒 OK 這些清教徒啊 就坐著船 好 往下一頁 清教徒 長這樣子 OK Pillgram 這些基督教徒呢 他們呢 戴黑色帽子 你們看到啊 好 這些基督教徒呢 他們呢 就坐著一艘船 下一頁 叫做May Flowers OK 大家猜得出來嗎 翻譯叫做 May 五月的花 May Flower 就是五月花啊 OK 他們坐著這艘船 立即千辛萬果 越過這個大洋 這個大海 叫做 Atalantic Ocean OK 大西洋 OK 到了 美國的 America的東邊 OK 就在那邊聚集下來 可是呢 這旅程不是很順利啊 因為到那邊之後啊 已經是October and November 已經十月十一月了 OK 那時候請你們猜猜看 應該是非常的 寒冷 freezy cold winter day 冬天喔 所以呢 他們非常又餓 又生病對不對 好 這時候呢 有一個人 有一些人 他們就出來幫忙 然後這些人叫做 Indians 印第安人 這些印第安人啊 他們沒有說 你們這些人 不要來我們國家 沒有 他們呢 居然就提供食物啊 給這些pulgrants 這些英國的清教徒吃 然後呢 還教他們 下一頁 下一頁 如何種植 這個pulky 南瓜 還有 下一頁 這是什麼 猜得出來嗎 好 那我們就看 這是什麼 下一頁 近拍 好 這些東西還教他們 how to play horse 玉米 ok 好 好 所以呢 下一頁 所以呢 好 這些清教徒過了一年之後呢 大豐收啊 大豐收之後 他們想要感謝這些印第安人 this indians 他們就舉辦一個 一個 餐宴 ok 有好吃的食物啊 有turkey啊 還有很多很多的食物 來 感謝這些 印第安人 這是為什麼我們現在 會有一些 會有一些 dyskidding day 感恩節的活動 對不對 好 再來下一頁 好 當初呢 美國是英國殖民地喔 所以呢 美國是聽誰的話呢 聽英國國王的話 ok 那時候的美國啊 只有右手邊這一小塊 ok 13個殖民地 13 colonies ok 下一頁 ok 所以呢 那時候的flat國旗就長這樣喔 好 一個星星 one stars 代表一個殖民地 所以呢 我剛剛說 there are 13 colonies 13個殖民地 所以你們可以猜出 這裡總共有幾個星星呢 答對了 總共有13 stars 13個星星喔 好 再下一頁 好 但是現在的美國呢 不是只有右手邊 那些13個殖民地 他們呢 就獨立的時候呢 就變成整塊 都是他們 美國的土地喔 總共有多少的州呢 ok totally fifty sext 五十個州 所以呢 剛剛我說啦 一個星星代表 一個州 好 那你覺得現在美國國旗 長什麼樣子呢 總共有幾個星星呢 我們翻到下一頁 喔 這就是你現在看到的 the United States flag OK 總共有50 stars OK 好 五十個星星 一個星星代表一個州 好 下一頁 好啦 美國我剛剛說過啦 本來呢 他們是聽英國的話 對 過了一個海洋 過去的那個英國 OK 他們英國的 Leader的領導者是 King 國王 好 但是呢 因為呢 英國國王啊 他們那時候在打戰 他們需要很多錢 所以呢 他們就跟美國殖民地呢 要很多 收很多 稅 OK 收很多錢 來 好 所以這些美國人就很生氣 覺得不公平 所以他們就起來革命 然後起來革命之後呢 美國就獨立了 獨立了 就成為全世界的 第一個 民主獨立的國家 就再也沒有國王喔 所以 你看上面又寫來 No more team 不再有國王了 他們的領導者叫做President 就叫做總統喔 好 來放下一頁 所以呢 他們的Petital 就是他們的首都啊 就見在哪裡啊 這裡寫 Washington D.C 很多人都以為 美國首都是New York 是紐約 其實不是的喔 是華盛頓的特區 Washington D.C OK 好了 這是他們國慶日的時候 後面都會放 Firework 煙火對不對 好 下一頁 然後呢 這時候啊 因為美國 The United States 就是 革命成功了 所以呢 這時候 法國就要慶祝他們 來安東 我恭喜你們喔 我恭喜 Congratulations 然後所以呢 我們送你們一個 雕像 OK 象徵你們是非常自由民主的國家 所以呢 法國就送了 美國 這個 你們很常看到 自由的神像 Statute Liberty Statute 就是雕像 Statute Liberty 是自由的 OK 所以呢 Statute 就是 自由 女神像 然後你們有沒有看到 Statute Liberty的頭啊 它的頭啊 上面有好多的窗戶 有沒有看到 你如果去紐約完 就可以到上面去 那個地方 就觀景台 OK 你可以到上面去 然後就看外面景色 非常酷喔 OK好 再來下一頁 然後呢 講到美國獨立 對不對 所以他們的總統 第一任總統 第一任President 就是 George Washington 華盛頓先生 你們應該對他很熟悉吧 OK 那我們看下一頁喔 講到華盛頓 你就會想到華盛頓的一個故事啦 叫做 Washington Washington Anne Cherry 跟櫻桃樹的故事啊 不知道你們聽過 就是呢 曾經呢 這個 華盛頓的 Founder 華盛頓的爸爸 他買了一隻 Hatchet Hatchet就是一隻骨頭 OK 他買了一隻骨頭啊 然後華盛頓就覺得 哇這骨頭好好玩喔 就拿來 砍樹枝啊 砍什麼 玩一玩好開心好好玩喔 然後他就說 那我想到說 嗯 Hatchet這麼厲害 那我們來看看 能不能彈倒一棵樹勒 OK 所以呢 他就看到 他父親 他的father的花園裡呢 有一個 Cherry tree 就是櫻桃樹 喔 他就拿著他的hatchet 骨頭 就把這個櫻桃樹 砍倒了 OK 櫻桃樹砍倒之後 爸爸出來 看到櫻桃樹 倒了他心態的櫻桃樹 而且呢 這個Cherry tree It's very expensive 非常的貴喔 我們爸爸 一看了 你覺得爸爸會很開心嗎 當然是 very angry 非常生氣 所以爸爸就 他就準備要來罵 那個George Washington OK 然後華盛頓那時候就說了 他沒有 因為爸爸要罵他 就 tell a lie 並沒有說謊喔 他那時候就很誠實的說 爸爸 對不起 我不小心把這個 是我把 用斧頭把這個樹砍倒的 OK 好 這個故事要說 當你犯錯的時候 不要害他被人家責罵 誠實人最重要的 Hodesty is the best policy OK 好 翻頁 下一頁 好 因為呢 華盛頓是美國非常重要的 一個president總統 對不對 所以呢 他就被放到美國的鈔票上面 你看到啊 中間這個叫Washington OK 好 那你看出來嗎 這個鈔票 How much is it 多少塊錢呢 哦 你看到一啊 所以 This is a $1的鈔票 OK 好 下一頁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總統 叫做Lincoln OK 林肯總統 不知道你們聽過呢 剛剛你幾年有聽過啊 林肯呢 他是 最有名的 他跟華盛頓不一樣 他是一個非常充福的人 OK 然後他非常努力 非常努力 然後最後呢 終於做到總統 然後呢 他看到當時啊 美國很多的黑奴 就是黑人 被運過來 然後幫他們種田啊 然後呢 幫他們搬種物啊 做很多勞力的辛苦工作 可是呢 因為常常被人打 很可憐 黑人 所以呢 他那時候覺得說 哦 人應該是平等啊 為什麼這些黑人 會被這樣做為代表 所以呢 他就 解放了黑奴 他當了總統之後 解放了黑奴 OK 好 那這最近你有一個第一票 林肯 OK 我興趣可以看 好 下一步 好 林肯也被放到美國鈔票上了 這張鈔票 大家看得出來嗎 How much is it Oh It's five dollars 五塊錢的鈔票喔 OK 好 再來 最後我要講到這個就是 美國是一個 我剛剛說過 A country of freedom OK 一個非常自由的國家 所以呢 那時候 很多人啊 在自己國家過得不好啊 他們就 會跑到美國 我覺得美國是一個 追夢的地方 充滿了夢幻的地方 所以呢 那時候美國呢 美國啊 所以現在美國呢 有好多好多的人種 很多不同的人 然後文化交双在一起 所以呢 大家就說啊 美國就好像一個 大鍋子 然後呢 就是POP 一個很大的POP 手台鍋子 然後呢 所有文化的人呢 都被你放在裡面 這樣子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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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看這個小小的地圖啊 這個地圖啊 叫做 紐約 這個小島 這個島 這個島 上就有好多區喔 你可以看一個小小的叫做 小小的德國區 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 還有一個 Little Korea 小韓國區 Little Italy 還有一個 最下面的China Town 中國城 OK 一個小小的地方 就充滿了那麼多不同的人民 在這個地方 所以呢 它是一個文化融合很形成的國家 好 這是今天老師最後的 要講的地方 那 最後老師放一段小小的影片 是跟剛剛我做過有關係 好 請紫薛給我幫忙 在左邊 在左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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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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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